上文书说道 周主柴荣要杀高怀德 苗光义再三保本 柴荣就是不准人情 苗光义忽然牺牲一剂 二次说道 万岁 你知故报私仇 没想到大洲的江山 先皇的江山可不容易啊 你今天杀了高怀德 咱们设计可就成了 风中浮雾瓦上霜 怕保不住了 财中听了 不解的问 我杀高怀德与江山河关 万岁 你今天到教场干什么来呢 高选良将啊 好带兵去打流统 是啊 你要把高怀德杀了 岂不是得罪了 同君如武的英雄 该说万岁 心胸狭窄 为了私仇 就不顾黎民安危 杀了偷军的好汉 人言可畏 明今不可食啊 如果这样传出去 那些个高人 贤士 都不来头 必塞了贤路 什么人 再保我主的江山万岁 这些人不偷招 就得偷汉 要偷到河东 刘崇手下 他就五虎先议 我们不但凭不了河东 还得叫刘崇 把我们给灭了呢 也要王毅这番话 可打动了柴容 为什么呢 他怕王位没了 愣了半天没说话 也要王毅小声的说 万岁 你看哪头重 哪头轻呢 君主 照你这么一讲 我父亲就白死了 愁报不了了 哎 愁还要报 可得有个报法 显得两全其美的良色 又报了愁 又不能伤了 天下五生的心 那你看怎么办好呢 以为臣之见 可来个明招放 暗地杀 就是说 当他叫场的 君主和老百姓的面 把高怀德放 把他吻住 咱等半夜 三更 再把他杀死 愁也报了 人情也做了 您看好不好呢 对呀 好是好 只是派谁看守 杀赞高怀德呢 怎不放心呢 那意思是说 要是这个人不可靠 把高怀德偷偷放了 怎么办呢 其实说那好办 找你最幸福 问情过命的人呢 财中为难了 身旁几个人都不错 谁最忠于我大周呢 那么这是你看谁合适呢 要一尘看 照见点你最合适 财中听了 学了有理 别看磕头磕五个 最贴心的 还是我二弟赵彤彬 可不是多头之后 过命过心呢 一磕头就无亲弟兄 我爹就是他爹 那么屁股报仇 那一定尽心竭力了 行行行 二弟啊 在 我把仇人高怀德 可交给你了 你要替朕报仇 明天五更 听你的回音 这狂人听来 又高兴又奇怪 高兴的是 牛公益帮忙 暂时救下高怀德 奇怪的是 牛公益怎么出了 这么个主意呢 把高怀德交给我 难道他知道高怀德和 到时候就有人 您回宫安歇 您先 出我要元帅啊 好吧 就这样 文武宝的柴荣 起驾回宫 校场的后事 由赵匡进处理 把王贤静的尸体承认起来 找来随从 叫他们扶灵 回金宫山 这四个家人 不答应啊 赵匡进 出头了解 从国库出 得出银两 安顿家属 又出钱 买通这四个人 才扶灵出京 药厂人散去 赵匡进回府 搓去棺袍 换上微服 来到书房 叫家人 把高怀德请来 时辰不大 高怀德倒减双倍 来到书房 赵皇爷连忙 给结绑绳 双手抓住 回德 眼中含泪说 高贤帝啊 你可想死 义兄了 高平官分手之后 我无时无刻 不见面贤帝 派家人寻找 你们母子 也没找到 想不到今日 派德见面 刚才在教场上 你把我的胡子吓飞了 你真有了闪错 我对不起高王爷 也对不起我妹妹呀 说完眼泪刷就下来了 高怀德的胳膊都把怒了 心里恨赵皇印 本想见面 叫翻小茬 骂一顿 人怕见面 数怕八急 今天赵皇印这一哭 高怀德的事啊 全消了 嗯 这个人还算有良心 兄长 我是奉母印下书 不知道跟柴王有仇的事 我下校场 会赞王庆庆 不是为了请取公民 是为给我祖父报仇 写些给哥哥闯了大户 赵皇印问 神母的书信在哪 高怀德取出信 赵皇印 恭恭敬敬的接过来 打开一看 适风投亲的信 贤弟啊 你来得好 过两天 我叫承权你们 夫妻完婚 兄长 承权是小事 我得问问 万岁对我怎么发落呢 啊 是君士出的主意 叫民放暗杀 把你交给我 咱就来个民杀暗杀 等天亮 我就给周主送个信 说是已经把你杀了 仇也报了 你就住在我的府里 演戏你蛮名 我的家就是你家 将来把沈阳再接来 酒后有出头之 哥哥一定报警 哎呀 兄长 这可不行 那你有蒙寻作弊之罪啊 一旦走漏风声 就周主之道 就数千连的 哎呀 你把话说远咯 你是谁 我是谁 高兆是一家 高王爷为了成全我 命都搭上了 我为贤弟赴汤早火 万死不辞 这也说他不知道 就是知道 女兄拿命 也保你 高怀德听完 深受感动 多谢哥哥 又命之恩 随后赵皇帝 叫家人给高怀德 沐浴更衣 又领他拜见岳父岳母 赵红颖老夫妻 见高怀德 一表的人才 喜出望外 这时赵匡义 赵光美 也得了信 弟兄见面 十分投缘 当晚白酒 为高怀德 迎风赶尘 一夜无书 到了四日清晨 赵匡认上见面君 文武山魂一帝 赵匡认出班奏文 体奏万罪 陈奉胜命 昨夜三更 一将高怀德杀死 为先皇报了仇 特来交职 柴荣信以为真 接着就商量出兵 下河东的事 柴荣问苗光义 君士 你看打河东 谁能领兵呢 昨天说 我冲你要元帅 那么你早就谁啊 万岁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就叫二千岁 赵监点领兵挂帅吧 赵匡认邦说 哎呀万岁 我可不行 另选高明 我要行 就不用到教场 去选拔人才了 柴荣还没等说话 苗光一把话接滚 万岁 赵监点是客气 那几年打仗 赵监点立了多少功啊 怎么现在就不行了 还要不去 可就是抗旨 不尊啊 赵匡认听了这话 心里这个气啊 恨 苗光一 心想牛鼻子 你怎么给我 碰木桥走啊 我不行啊 我哪是人家火山王 洋滚的对手啊 我要不凝职 还不行 怎么 人说了 抗旨不尊 抗旨不尊 万岁 既然君士看得起我 我愿灵旨出征 不过得叫苗君士和我同行 苗光一笑了 你放心 不叫我去 我才去呢 财忠说 玉帝 你辛苦了 朕也和你一同出征 不平灭流宠 不回京城 皇上要御驾清征 经理由 左相王燕林 学士斗艺 太师逢道 执掌朝政 赵黄敬 叫了十万兵 又选拔良性 先锋官是郑子明 左右复先锋 张光远 罗燕熙 战将 石守信 石燕超 曹斌 金台玉使 潘仁梅等 要援护马权毅 鸦梁运草 承将赵浦 陪王半价 一切安排清当 只能选择 皇道吉日 再出兵 早了个时候 赵鹏运回府 成全高怀德和赵美荣官孙 由派人去接 高老夫人 不比戏表 眼看要出兵了 赵黄敬请来高怀德 妹夫 我要走了 你可要保重啊 你记住 千万别出府 免得走漏风声 招惹是非 我不再逃 我爹官小指 为我 护辟不了你呀 兄长 我听说周祖 愈驾亲征 这可是个麻烦事了 你一面打仗 还在保护他 营中就没有出奇的上将 一旦打了外仗 哥哥有着闪烁 可得怎么办呢 赵匡运打了个嗨声 哎 我也知道 这次下河东 打流宠 难以取胜 万岁叫我领兵 我只可遵命 总然战死沙堂 为国尽忠吧 觉得我也没有发 哥哥 那可不是壮军戏啊 待会你走 我也不放心 这么办 我保兄长出征 你看怎么样 哎呀 那可不行 你动军营 一旦就周祖知道 咱俩一个也活不了了 咱俩叫他知道 我可乔装改办成君足 和着马夫的模样 藏在万马军营之中 他不会知道的 这样 我可不离哥哥左右 一旦有个马高瞪短 我可上前接着 哥哥 你看好不好 妹夫 池里包不住火 血嘴里埋不死孩 万一被人认出来 哥哥 只要你别说走嘴了 我再小心点 在花灵厕上 给我添个假娘 就管我就让平 就不会漏的 赵狂愿从心里乐意 高怀得趣 有这么个保镖的 睡觉也稳的呢 看起来还得是亲戚 这就至亲 一不近 两不远 是灰比土热 是眼比降邪 赵狂印答应了 高怀得又吃别妻子 拜别岳父岳母 改办成马夫 从后门离开府地 购奔教军场 到教军场之后 赵狂印 把他安置好 然后就等候 接胜价 文武百官都来送行 今天连赵红音 也挤在百官里边 送儿子呢 财荣一到 高怀得上了点剑台 前中过某 发放军情 摆上三口地理 记忆大道题 随后响炮出兵 郑子明张冠远 罗燕熙的 天宗营在前边开道 后边赵光镜 苗光玉 赵普 保着柴隆 人马浩浩荡荡地 离开东京便良 去直奔和东而来 一路无事 这天来到了北汉的 头盗关口 天井关 大兵的天井关 还有二十里了 前队停下 后队杂住 赵光镜探分地势 传命令 安营闸战 埋国造反 迎开已经安好之后 赵光镜身作保障 兵型战斗 不打自拔 歇兵三日 然后再战 最后派人打探天井关 有多少兵 主将是谁 什么官职 探子回来报姓 天井关的主将 是北汉王刘成手下明将 十二家令独之一 叫刘大奈 外号花刀令弓 赴将金插天王 叫金贵 这是汉 中国土结账的地方 所以备有强兵 名将把手 金贵刘大奈 赵匡胤呢 都知道 这两人挺厉害 赵匡胤这边叫薛丁 正子宁可不干了 他和张光远 罗燕熙合计 咱们天天判 日日判 可算来到了北汉的国土上 哎 怎么不打呀 这些的多难受啊 干脆 咱们哥三个出征拨 那不行了 我还说又不让呢 干嘛用我还说呀 咱们是先锋嘛 先锋先锋 有势先行 逢山开道 玉水打桥 现在天警官掌路 咱们把天警官平了 大队人马长去之路 我说二哥有什么不乐意的 行啊 走 咱说行呗 你是正先锋 咱们请你的 你说行 咱就行 那好 走咱就走 可我一样 别想炮 别明金 咱们偷偷的去 把城打开了 再给了宋志 你看哪多光彩啊 好 你说郑自明 这个愣偷清 多有意思 也没跟赵黄运商量 他领着两千人 带着张光远 罗燕熙 量队出征 这两千多人 离开先锋营 跑了复问天警官陈下 冲着城上边高喊 哎 天警官的军兵听着 由我家先锋也讨的要阵 而党复派将周公 要不然就叫炮 孤城了 他们这边一喊 早有人往里送信了 花刀令宫刘大奈 金茶匠丁贵 正在堂上 商量对策 做梦都没讲到 赵黄运的金马刚到 就量贵交战 他们也太狂了 不切兵就敢交战 嗯 我要给他点厉害 叫他知道知道 我刘大奈不是好惹的 点 对 出城 丁贵说 刘令宫 用不着你去呀 我出去就行了 您在城上给我站脚助威 我看他们有什么本领 你看我怎么迎着 金钱币一个小心了 嗯 我知道 随后 冰会来到外面 有人给牵过马 抬过钢叉 点了一千五百人 吩咬罢 吩咬炮 》 冲锋 就行着 稻咕 高 高 三声炮响 城门 鸡 鸡鸡鸡鸡鸡鸡 在大气之下 带出了作意 郑子明张光远 楼燕熙一看人家亮坠了 都乐了 往前面一瞧 这杆棋 红棋白火叶 白月光 中间走大的钉子 棋脚下这人大将 年纪带个三十二三岁 身高钉帐 虎背狼腰 面子蓝变 法刺诸杀 蒙眉阔目 笔指口证 海下短须 窥名家俩 跨下压西花门暴 守清三谷烈烟叉 真有百度的威风天杖的杀气 嗯 兄长 咱们谁去啊 张光远说 三个 头阵的我党 这个功可归我 你给我看着点 行 你不行 我再杖去 再向张光远 马后会长 这匹 呜 带住司机 这时 丁会 打马如飞 也来到江城 是二马最统 张光远 入腔剪指 嗨 敌将 来者为谁 通明受死 俺 天井官的副将 金插天王 丁贵事业 你是 你 你是什么人 我乃大洲天子的蒙厉 你家标七将军 左千锋 张光远 我主 御驾 新征 兵制天宁 大兵 尔等 接着 现归 现归 家庭 挡个步子 我要你的肘头 丁贵听了 哈哈大笑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当是谁呢 是你呀 你护别人去 你 我还不知道吗 不是 他定工的吗 你会什么呢 你看你们那伙人 都想干什么的意 郑子明 是个卖香油的掌柜 赵黄印 是个苏打营药 拉破头的祖棍 就拿你们那个皇上 还不错 泛散的老客 你们这伙人 要开个当铺 做个买卖 还勉勉强强 方舟买的不错 一讲天开 又当皇上 又当官 你们能成大戏吗 无非是像唱戏一样 热闹热闹几天 我汉主凌王 乃汉时苗仪 兵兵将广 你们打天井官 是一轮几时 自来风策 张光远一清做伙了 丁贵 揍手 你敢凶我们弟兄 要知道 大英雄不再出身高低 咱们生贵子 不护出风筋 我们出身低怎么着 就叫你见叫了 今天就凑那几句话 我非宰了你不可 说完 举起金杯大刀 是拢头盖皮 刷就劈起来 再看金贵 不光不盲 双手蹲插 用力望外风 尝尝了一声 插刀相碰 刀被撤开 震的张光远 胳膊就有的 撕了一下 这油的倒气和凉气 哎呀 好大的力气 怪不得丁贵 说话嘴大 还真得小心 就这样 两人马来马往 站在一块 那金贵 一招比一招紧 一招比一招快 啪啪啪 连着五六个回合 金贵的刚差 猛然 摟起大棒 摟壳盖底 啪的撒起来 张光远 用金被刀 望外一颗 起镇的两网 发麻 缩了一下子 刚一打 弄声 就看金贵 用插翅望外 拔一脚 这招啊 哪里躲过来 张光远 一看刀 不怕想走 金贵 手非常快 出时那快 他挂下张叉 两下巴一 作动之地 邓颤相摩 那金贵 伸右手 向鹰拿燕鹊之势 喷一声 抓住张光远的 叛甲思涛 啪往回离带 同时 抬右脚 一吹张光远的马后胸 这匹马疼的 心神爆笑 望前一端 张光远被人去走马 窝桌 横站在 安球之上 随后金贵 雪马来到了门崎下 把张光远 扑突 往地铁一扔 君主 给捆上了 金贵 又来到镇前叫阵 哎 哪个上来胜了 五星君 罗燕熙 一看张光远被擒 急着直喊 三哥 不好 我二哥叫人抓走了 我救你 还没等郑子明说话 罗燕熙 已经过去了 来到丁贵的码头 是斗路相见词 丁贵 也假先闻 两人打了几个照面 罗燕熙就不行了 那丁贵 刚插 扎地扎 往回巴黎带 刚插的赤子 挂到了罗燕熙的真群上 拉 就扯掉一块 吓他 还一低头 就在这一低头之时 丁贵的钢插 又来 照顶罗燕熙的腰上横着 嗯 打他进去 所以他告诉他 你给我吓 吓 罗燕熙啊 不下去不行了 不下去 钢插打在腰上 腰得打折呀 连忙撒手扔枪 两脚甩凳 滚安落马 他刚想起来 天井关的君主啊 早就准备好了 每人手里一把脑钩 往前一穿 搭住了罗燕熙的探甲丝套 往旁边一拉 随后给捆上了 正子民一看俩兄弟被勤 急着哇哇爆叫 哎呀 好啊 我把你个牵刀杀 挽刀刮刀 快放回我的兄弟 你家三老子来了 嘎嘎嘎嘎 哇 这一掌子 跟着人的耳朵嗡嗡 正如您吹马铃腔 来到丁锅的眼前 哇哇嘎嘎 就是几下 把金贵啊 给唬住了 这个黑大汉 像半天黑茶一样 枪扎出去 刮送风声 有点害怕 他碰到箱 站在两脑发麻 嘿 好大的力气 这个人 可跟刚才那两人不一样 有两下子 你得小心 这边江城一开荡 早有人报告给赵黄印 赵黄印听说 这三个兄弟出征 两个背勤 可下怪了 分子军秀 点队 所以本帅出兵 三千人马 有声大炮 赵黄印 整盔 斗甲 到外边飞身上马 回到盘龙棍 来到前提 到了箱厂 一看 郑子明和丁锅还打呢 两下兵将合在一块 赵黄印在七九下 给郑子明关闭料阵 郑子明为救兄弟拼命了 这香又急 令又猛 把丁锅忙活的眼花溜落 这就一夫舍命 万夫难敌 一力发光 郑子明的香 就透 猛然一个黄龙出动 正扎在丁锅的大嘴上 望着一带 拉一下子 就出了半指尝的口子 鲜血 哗就流下来 听着丁锅 大笑一声 啊 多忙 往回就报 郑子明这人真是都红了 为救兄弟 能放丁锅吗 别跑 等三老子一会儿 他越这么说 丁锅越害怕 眼看越追越近 越追越近 眼看着追着 猛然天见关内 大嘴 后炮连天 城门开放 从里边 哇哇哇哇哇 春空无数的兵马 前边一几站马 飞奔而来 边跑边喊 兵贤兵 不要害怕 少要担心 鱼雄 怕 我 聊 这鸡马 展演就来到了 金贵郑子明的眼前 见来人 年约在个四军左右 头戴 帅子鸽 二龄造宝 黄金落额 人多展盖 花棍鱼长 楼台带 密集金金 包尔布巷 身穿 索的灵魂 黄金甲 挂甲公团前后 护金鸡 胸前雷十趟 两股征群 封为左右 外批剑 大壶征袍 上袖 盾盲 金锣 红中衣 上袖 团华 朵朵 骨头战血 老闸在凳 跨下压棋 昏鸿马 安条横担一口 金贝 砍山高 问李日干 五官端正 羊毛威风 双围几朵 虎目丸争 左手拿封 右手拿线 来到了金贝的眼前 把金贝放过去 击奔郑子民 撞了过来 眼瞻郑子民 来到了欠信 就看这个老将 大公在手 镇后天前 前把独席泰山 后把鱼抱樱台 大师日 把公拉开了 瞄准郑子恩的 哽伞烟头 啪 就是一天 只听郑子民 大叫一声 熟光 方向